《紐約布朗克斯》 塗鴉發源於60年代的紐約布朗克斯 它所涵蓋的文化範圍很廣 在所處的環境感受當地產生的故事 是最重要的靈感來源 其實比我想像中還多大師級的作品 我覺得蠻值得來看看的 很靜下心來去欣賞這類型的作品 字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我可能練一輩子書法 都沒有辦法寫到那種自終有力道的感覺 《山水畫》對我來講是在看一個平衡感 這種我覺得覺得要遠看 你可以看出整個那個氛圍這樣 宮廷畫我覺得真的很厲害很屌 因為那個年代 你沒有辦法想像說它有那麼細的你可以用 你到很近看都還會覺得它很像印刷上去 就是可以畫到那麼細 有一個人在花龍桌 花龍桌那一根大概不到0.1公分吧 它可以畫兩三個色階 所以我覺得那個很細的功會讓我很欽佩 會讓我很欽佩 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但是 它的骨子裡有一些東西是很像的 比如說書法 書法就是拿一支筆寫一些字 那我們 我們塗鴉也是拿一些筆寫一些字 水墨的部分有一些是 漸層啊 暈染 噴漆啊 側面噴它就有漸層的效果 我有點想把書法那個字的力道放進去 但是我覺得應該我會畫 類似的很像 水墨那個山吧 我自己看到的小的銀樹啦 就是納入參考 我覺得藝術這件事情 應該就是永不過死的吧 不論是哪一種形式的 是哪一種形式的 是哪一種形式的 更事哈 是哪這件事情 沒什麼